台湾灯会在台南 今年主题是龙耀台南 打造了22公尺高的飞龙主灯 在元宵节这一天也正式起灯 有万人涌入观赏 而这也是台湾灯会 睽違16年重返台南 适逢台南建成400年 也特别规划了双展区 并且结合500架无人机表演 越业越精彩 开灯 巨大飞龙降临台南光彩夺目 台湾灯会在台南 元宵节这天主灯 龙来台湾正式点亮 灯会重头戏亮相 吸引万人涌入 今年灯会主题龙耀台南 打造22公尺华丽主灯 由知名艺术家彭丽珍操刀 重现台南大天后宫 石柱的飞龙神韵 台湾灯会不只是国人朋友 每年期待的盛会之一 也是台湾观光的一大招牌 吸引了许多的外国朋友 特别是这次灯会 结合了500架无人机的表演 不仅呈现了在地文化的故事 也展现台湾在无人机产业的 深厚的实力 这回特别规划双展区 包民众一包眼福 台湾灯会睽违16年重返台南 更点亮台南400年的文化底蕴 台南400就是台湾400 也是台湾本岛和世界相遇的起点 台南400的这个里程碑 此时此刻我们能相聚在这里欣赏 美丽的花灯 不仅意义非凡 更是我们台南人感到非常珍惜的 布置灯会在台南台湾国际蓝展 更受赐予世界蓝展举办 白天赏蓝花晚上赏灯花 中午吃台南美食不要忘了吃豆花 路过经过千万不要错过 台湾灯会成观光活招牌 今年又适逢台南建成400年意义非凡 记者 最后报道